我讓大家收看 星期天拍拍 阿姨 欸 妳知道我是誰嗎 妳是在嬉笑的嗎 我算不知道妳穿過了 是嗎 我要相信妳眼睛看到的 像妳就打不到我 嗯 阿姨妳是被妳穿的嗎 被妳穿 妳真的打不到我妳不相信啊 奇怪耶 我打不到妳 才奇怪的要跟你 看到沒有 剛剛妳看到的是我的分身 我的本尊妳是絕對碰不到的 碰到我的本尊 妳要花一千萬才碰不到 這個老小子 妳是去哪裡去學這個 妳要耍蠻啊 我不相信 奇怪 妳怎麼吃什麼看不到 想不到吧 光我的分身已經分布在 全國的綜藝節目裡面 妳們看到的綜藝節目 都是我的分身 只有星期天拍拍是我的本尊 對 妳不用當地計 妳現在捏這個說妳吃得有法力喔 妳如果這樣喔 我有法寶 妳如果不相信喔 妳給我試試看 妳看看 妳看看 這是青梅鳳籤名的喔 我不相信妳這次走 是 魚 救命啊 救命 給妳看起來 這樣妳現在就不會很乖 妳知道我厲害了喔 阿姨拜託 很乖 我身體不好 我就全敢讓妳住在裡面 看阿嬤妳膝蓋 都要把妳扁幾扁拐 阿姨妳衣服不管我 鞋子管我 我有香港腳耶 妳喔 好啊 唉唷 我怎麼這樣啦 我怎麼人給妳 我怎麼一點衣服怎麼沒進去 唉唷 我這什麼事 我這我 唉唷 我這現在也沒辦法 將來又把她扁出來 不要管你 不要管你 我們先來看一段鴨皮 等一下 我再來想辦法 把妳扁出來 阿姨感恩 宋麒麗果然是法力無邊 她的分身出了事 卻引出各教的本尊 共同討論如何規範宗教 有連戰主持的宗教會議 在本月八號盛大舉行 各大宗派掌門人紛紛出席 斥責現實的邪魔歪道 而一場武林大會下來 正信與民信依舊無法界定 靈異現象或宗教神力 法律對之仍然鞭長莫及 這宗教法規該是凡人定定 還是建議天庭邀請眾神 也來一次宗教會議呢 或者 也可以由國父和蔣公來主持吧 現在一個我身邊這個 到底是不是親愛 親愛 好了 不要打會痛 真是知道人還痛嗎 你不是說你有分身嗎 再打下去不是分身 就痛不欲身 所以你就不要假鬼假怪 要不要跟我說什麼你分身 什麼你分身 不要來這台 這個本尊分身是有特別含意的 是因為電影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來自雲林 寄來一張靈異照片 這個照片我就覺得很奇怪 它那個照片出來 洗出一個很奇怪的臉 你看看 稍等 稍等 我們現在要看這張照片真正 我先來介紹的我兩位老朋友 老朋友 黃西田 謝謝肉媒 黃大哥你相不相信這是靈異照片 有沒有看過這種靈異照片 我是看過 真的啊 我看過一個好像是遊覽的 遊覽車的然後遊覽整團的 然後去 在那個鄰谷塔 很舊的很古老的鄰谷塔的一個旁邊 照相風景還不錯 那麼有一個頭 它這個有身體 那個只有一個頭 那個頭是什麼 是好像日本人 日本人 女孩子 藝記 好像藝記那種頭 只有一個頭 然後 從上面 然後 他們好像照了三張 第一張 然後第二張 然後第三張 剛好在中間 三張都這樣子 我是看過啦 看過他們拿給我看 什麼時代的事情啊 現在啊 可是照出來那個人是古代人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 我從來沒看過這種照片 我看過一次 也是一位記者拿給我看的 在高雄的時候 但是因為坊間這種靈異照片 充斥期間 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也不是專家 對啊 我們特別請到專家 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張稱之為靈異的照片 問題出在背景的樹幹上 出現了一個女孩子的臉 這裡是超市的美術部 根據美術指導說 製作一張粗糙的靈異照片 只需要十分鐘的時間 就能夠完成 小劉 如果說我現在有 想要做一張靈異照片 我是不是用這兩張照片 就可以把它做成 是可以 兩張照片就可以做 通常看你要合成的程度 是怎麼一個複雜 通常兩張就可以做 不過一張也是可以的 那你怎麼合成怎麼拼貼 小劉拿著我們提供的兩張照片 透過圖像掃描 將兩張照片輸入電腦 她選擇了一個女孩的臉 將圖像拼到另一張照片的背景上 為了增加相片的靈異度 小劉把女孩的影像 從百分之百的清晰度 修改為百分之六十五 製作完成後 只要透過彩色印表機 就可以直接印在相紙上了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這張照片 樹幹上多了一張奇怪的臉孔 看起來就像大家所謂的靈異照片 其實觀眾朋友有所不知 這張照片是經過我們 星期天啪啪靈異照片製作小組 把這兩張給她電腦合成起來的 這個人頭就是旁邊這個女孩子 哪一個 這個女孩子 合到這個大樹上 她把她合到那邊去了 讓她長得跟大樹一樣 秦惟啊 她為什麼要這樣騙人 所以說我們節目的目的 星期天啪啪跟一般的靈異節目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裝神弄鬼 我們要破除迷信 很好 而且今天的主題就是我們的 靈異節目大破解 很好 但是想請教你一直很好的這位師族 如果你拿到這種來路不明的這種靈異照片 你會相信嗎 呃 這個稍微講一下 我是不太可能相信這種靈異照片 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 你很坦蕩的話 我看到的都是真的嗎 不會是有突然起來的東西在上面 我覺得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像我們照相機拍的 我覺得 你透過一個電影去這樣拍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拍出來 那你呢 我覺得不太可能 阿電 你怎麼有相機 我也不怎麼相信 可是我有一次啊 我有一次去廟燒香花 你拜拜 所以我還有一位豬先生 我們的豬哥亮先生兩個人 靈略啦 天哥你就說既哥啊 你說得 謝大哥我比較清楚 謝忻達大哥 謝忻達 我們去廟裡拜拜 拜拜 對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兩個都不好 她是廟燒香走路 那麼我也是剛好在關鍵的時候 那麼我們兩位的這個太太通通在 那麼大家都一起喔 全家人都在一起 然後就拜拜的時候 他們就幫我們照片 照照相啊 可以 因為我們去他們廟裡 就照起來 當留戀啦 照出來每一張一看 每一張一看喔 就是 可是我的 我的感覺是覺得好像那個 它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燈啊 那個什麼 光明燈 光明燈啦 蠟燭 蠟燭 它有很多蠟燭嘛 那蠟燭 那個蠟燭就有光線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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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燈 都是紅色的整條這樣 還有黃色的這樣 只有我們兩個 上面 不要不要不要 很多 每一張一看 其他人都沒有 那其他人都沒有 那是標示說你們兩個 有攻略這樣 你們不是三太子轉世 不是不是不是 他們講的意思是說 天羅帝王 我們兩個天羅帝王 讓你走不去 把它砍掉這樣 那你信不信得這樣說法 我們就拍到了啊 可是 可是他看是這樣子啊 可是後來的你狀況的印證 跟那個照片有沒有說符合 那時候真的是公司經營不正啊 那後來有沒有比較好 就是拍完那個照片之後 還是繼續這樣子呢 還是 有狀況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改善 是 那個時候是不好的時候啊 那時候都還是不好的時候 那後來很好啦 不過以前 我還是覺得說 這小花真不像那樣 靈異照片 對啊 現在不就是怎麼這樣 最近 小花都全是啦 整頭都全靈異照片 滿街都是啦 我都覺得這樣 到底這是真的嗎 阿姨你問的問題問對人 踏破體系的文藝處 得來全部費工夫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專家 是我們中華信義神學院的研究員 張玉琳小姐來到我們現場 幫我們回答一下 歡迎… 當然啦 還有我們的光學專家 目前這個層次非常的高 功力非常深厚 是我們大神報影劇組的組長 組長 尤志森先生 他太年輕太帥了 沒想到記者長這麼帥 對啊 不是啦 沒想到這個年輕人 就當組長啦 對啊 他剛剛來我以為是歌星 對啊 你出片多久 沒有啦 來打歌 我也是以為我們要來打歌 對 這個靈異照片 這個 到底要怎麼樣判別他的真偽呢 我可不可以先請這個郵組長幫我們回來 對啊 郵組長 我感覺說以前這個靈異照片 我都不聽別人說過 現在是從哪裡開始怎麼會這麼認識 對啊 跟節目都有關係 以我個人來講 靈異節目其實 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風靡 就我的觀點 就我們在新聞界的觀點 因為大家都做嘛 你節目看 你有講過 不錯 是不是很新鮮拍拍照 可是我們節目沒有靈異照片 我們沒有 我們只有靈異主持人 你是你 我是不是沒有 是是是 不過講真的 如果說真的有製作單位 提供這種來路不明的這種靈異照片 給這個貴報社 貴報社怎麼處理的 我們不會處理這個 完全把它焚毀就對了 就讓他們節目自己去做 但是報社上基本上不會去登這種照片 因為我們是報紙嘛 報紙屬於大眾傳播媒體 所以你在登跟不登的之間 要做一個驅捨 這驅捨是說我們自己本身的一把尺 你有沒有兼顧到社會道德 社會教育的功能 這很重要 對啊 不可以說人家拿這個 對 就是這樣 黑白一樣 開片也不好 怕說黑白色就不好 對啊 我們請教張老師 我們神學的角度來看 有沒有所謂的顯靈這種顯像照片 西方它的那個 就是宗教背景 跟我們東方的宗教背景不一樣 那西方的話 因為它是信仰基督教 那它依據的是聖經 那在聖經的話 它原則上就是說 不相信說人可以成為神 所以它對於這些 比較特殊的這些 比如說放光 分身的這些照片 因此它們是比較不會彩性 整個大體文法是不彩性 但是它們有一些顯靈的照片 它們顯靈的照片 就跟用聖經有關 像我們中國的顯靈的照片 比如說一些超能力的照片 像宋氣力這樣的照片 它是跟佛經的內容 比如說分身 那個美好光放光 這個是有經典根據 所以它們這樣子引用來欺騙人家 我們做這張靈異照片 並不具備任何的立場 因為看到的不見得是真的 看不到也不代表不存在 對 接下來會介紹更多的靈異現象 阿姨妳有沒有去過鬼屋 妳是在氣笑的嗎 我給台北錢 我幹嘛去找那個鬼屋 妳有去過鬼屋 有沒有看過我的 行巴力顯像館提供的 我自己拍的靈異照片 這個厲害了吧 想不到了吧 妳怎麼想不開 要用超級光光的床 這是靈異照片誰都會做 對啊 光光線 利用這個庫光源 他這個眼神還是體下人的 有這麼一回事 我愛同 他如果沒這麼看 也很聽人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的靈異照片已經退流行 現在流行到鬼屋去探險 鬼屋 是啦 我現在問阿田 阿希羅妹 怎麼啦 像妳現在在在地上 我問妳喔 妳敢去跟人這樣看鬼屋嗎 鬼屋探險 沒有 鬼屋 鬼屋有什麼好探險 真的啊 這樣很流行 妳敢去嗎 鬼屋我是 我敢去啦 我聽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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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去跟人看看 我敢去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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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怕死 不是說怕死 你不然沒有錢 我們下去做什麼 對 你在笑的 我敢去看我敢去嗎 不是啦 如果製作單位 他發一個通告 比方說什麼膽小包天 這種節目 然後請你去 真的有還是沒有 他發一個節目裡面去探險 可是有酬勞的 對啊 小妹 如果現在有價錢很好 叫妳去 那邊鬼很多 妳敢不敢去那邊嗎 什麼好棒好棒啊 有啦 好啦 我們不要講那個啦 沒有 有沒有去過 如果有這樣的通告 我想我還是不會接 收錢很多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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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只是說心理上怕怕 我不要 其實是怎麼樣 我們是不知道 因為妳心裡覺得怪怪 妳就不要去 聽太多了 對啊 想請教一下我們郵組長 根據妳專業的客觀 這個科學的角度 他好像是我們正義的話 實在每個人都問他 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種鬼屋探險的節目 為什麼大受歡迎的原因 你怕不怕嗎 我先問妳 我是什麼都不怕 只要有錢就不怕 我現在像妳這種無恥的人 組長 漂亮 講得好 講得太好了 我聽人說這句我很爽 其實我覺得這真的是一種潮流 妳就像做節目一樣 因為我現在李懿節目 妳有李懿照片 沒有什麼可怕 李懿的什麼 Videotape 用V8來拍的 妳還沒看到 就直接帶妳到現場去 當然這是所謂的潮流 做節目的潮流 因為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大家探討就是 鬼啊 神啊 神機啊 靈魂啊 靈魂啊 類似這樣 就像前一陣子 在李懿節目之前 其實最早那時候 風潮是UFO 幽浮 幽浮一完之後 整個節目走向 幽浮一完之後 幽浮一完之後就浮起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節目潮流 那還請問張老師 那妳本身有沒有去看 像這種鬼屋有沒有去過 那個很有名的鬼屋 是沒有特地去過 那可能有住過說 比較荒涼的屋子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 那裡是鬼 但我並不覺得 因為有些人他覺得說 他是曾經在裡面睡鴨床 被鴨床 但實際上 後來根據淤血的解釋 就是說很多人以為說 一個房子他被鴨床 因為那個是鬼屋 但實際上可能是因為 他睡覺的知識 或者他的那個生理 他可能來邊去耿住 很多現在在科學方面 有這樣的探討 鬼鴨床的事件 我自己本身也遇過 也遇過 但是這個 我當時的處理方式 是別人教我 就是說 因為我本身的宗教信仰 我就來耶穌基督 後來就沒事了 那中國人處理的事情的方式 跟西洋處理的方式 是不是有所不同 比方說 聽說還有人可以罵三字經 聽說好像是這樣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像中國人的話 你會發覺中國人很特別 他有一個鬼月 中國人他是非常怕 七月就是鬼月 就是說特別有一個月 來處理鬼的問題 在西方並沒有 這麼特別慎重的 萬聖節 對 但是他只有一個節日 我們是整整一個月 我講真的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鬼月 可以說是又愛又怕 因為這個鬼月 我們可以吃了很多貢品 是不是 但是呢 又愛又怕 可是這個鬼屋探險 又是半信半疑 到底鬼屋探險 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們沒看過 對啊 那現在沒有看過 我們現在就來看 先看看 一起來看看 為了與靈界溝通 靈異節目經常會安排 鬼屋探險這樣的主題 但是 要電視機前的觀眾 感受到鬼屋現場的氣氛 是必須經過細密的設計的 首先 要請一位通靈的大師來帶隊 以免遭到邪靈的干擾 再來 就需要徵求 膽大包天的觀眾 一起參與 出發前 大師都會在觀眾身上 施法保護 為鬼屋之旅 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當然 藝人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藉著他的現身說法 表現出眾人的工具 鬼屋之旅 當然要選在晚上進行 房子內部 必定是殘破不堪 進入之後 必要焚香祭拜 獻上鮮果 知會好兄弟 為了全程紀錄 最好是在鬼屋內 設置V8攝影機 以旁觀的立場拍下鬼屋整頁的活動 這一切的設計 為了只需要呈現鬼屋恐怖陰森的氣氛 而同樣的畫面 如果以這種方式處理的話 這樣一來 就算再恐怖的鬼屋 只怕也恐怖不起來了吧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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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鬼屋鬼屋 不過他這樣打起來 我感覺一點點就沒空 也是又沒看到鬼 所以說這恐怖的鬼屋這種探險 必須要靠燈光 音響還有大師的長相 就像我兒子 聽到 音樂出來 他說好怕好怕 其實也沒有什麼 那就是聽這個關係 對啊 我的感覺是這樣 像我每次一天就開車回家 好像晚回家 聽到什麼 十二點什麼 午夜期待 我又要聽到那個四個字 把它關掉了 因為前面就覺得很詭異這樣 我就不太喜歡接觸那種東西 覺得好奇怪 太舒服 對啊 我剛才這樣看他這樣打 現在氣氛也沒有 要說你跟我們家一樣 怎麼有什麼 我怕 所以鬼屋是不是只有晚上才能去啊 白天你不能去啊 是不是鬼才晚上才跑出來 可是有時候 有的 我覺得是這樣講 所以晚上才會出來 是嗎 是不是 晚上才會出來 有分時間性嗎 就是說 白天的時候如果 就是燈光是很亮的嘛 那我的意思是說鬼魅啊 什麼東西 就是說比較不容易下來 我們人啊 主要是我們人的心理意識 我時候有覺得說 實際上不見得是鬼下來 而是我們人本身的那種恐懼的意思 使這個東西 就變得很髒 司馬忠元先生講過一句話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中國人西洋人都怕鬼 鬼的種類很多種啊 對不對 還有張老師我問你 像我們中國人 大家剛才阿殿有說過了 說一半 對嗎 像台中國的鬼 跟外國的鬼 在哪裡不一樣 如果我們這裡 如果在演技師 說到鬼就是 來做一個塔門 比較好長的 對嗎 一定要穿白衣 才會穿鬼 像外國人有那些鬼 都一樣 塔門長長穿白衣 我想很少這個樣子 就是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鬼 可能跟我們的一些小說 比如說聊哉之意 比如說他喜歡來找女生 找蘇生幹什麼 其實這是蘇生的一些幻想 因為他 念書太無聊了 太累了 他有一些性幻想 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以前都 沒有 不能找到飯店 可以什麼 叫小姐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手機也有拍一段影片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我們看就知道 請看靈異節目大抓包 今天是不是總統想說 誕辰今天日啊 你們完全不理我 請教總統想說還不立正 立正... 等我 快點... 快點啦 帥哥 全部都翻過來 好大塊 嚇死了 這怎麼... 又是一大塊 可以吃了吧 我要把你們拍下來 你走慢一點好不好 好嘛 快快快快 小虎你真的一個捧場 要渴死了 我跟你喝 喝點水嘛 來來來 敬你一杯 這段V8 在重新播放時 他們發現 遠方有一個白色的影像 模模糊糊 看起來像是一個人 這種V8影片 在很多靈異節目當中 都會看見 如果我們今天使用的攝影機 是專業的機器 同樣的山水畫面 白色的影子出現了 現在我們把鏡頭慢慢地推進 看見了吧 這個白色的人影 其實只是一件白色的T恤呢 好無聊 你看 好無聊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 看到這段的影子 他就不能讓V8再補了啦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也說拿小台去就 為了那些衣服 吊在那裡 槍那麼多人 大批人馬過去 沒有 我講真的 我們其實節目沒有立場 因為我自己有主持這個 靈異V8抓回特工隊啊 他也是有真的V8 也是有 我們沒有立場 我們只是說 不管怎麼樣 製作單位拿到這個靈異V8的時候 希望你們先過濾過 而且最好能夠到實地去勘察一下 甚至呢 拍的靈異V8可以請向我們郵組長 那種光學這種專家 研究一下 是不是有電腦合成的可能性呢 也可以請我們神學專家 那張老師來看看 到底是不是有問題呢 每一位專家來共同研正這個設施 那我們現在問這個張老師就知道了 張老師 張老師好像什麼事要問我 電視上拍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好像很鼓勵大家 提倡了這個抓鬼 對啊 以後這樣看 鏡頭什麼都可以拿著 亂來去山頂去水鬼 到處都會拍到鬼 會不會打擾靈界啊 對啊 我想大家可能不太曉得 靈界的那個可怕 我想有一些將頭術啦 巫術器上這些 都是實際上有存在的 那它為什麼會存在 是因為人有那個邪惡的意念 邪惡的意念附著在上面 比如說他用 就說靈界是非常存在 是真的存在 人不好的意念 跟靈界不好的意念 如果相交合 然後來人願意 利用靈界的惡私力來做的時候 他們就會結合 所以這是真的實在的 那有些人 比如說他去探鬼 或者像有些人 他去墳墓裡面要問名牌 或者說去拜 就是說特種行業去拜 一些比較特別的廟 陰間廟的話 他想要利用這些鬼的勢力 來使他生意越來越好 或者賺錢 實際上人有一天 中國也有一個 就是說已經利益薰薰到 有一天他不怕鬼 而且來利用鬼的時候 這時候他的那個 他其實靈魂的狀況 跟這些鬼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就是他們已經是湊氣相同 那他們在彼此利用的時候 就可能就會產生一些 很不好的對他的靈魂體 產生很不好的一些作用 我們節目已經做那麼久 像我到現在會想不出來 就是說 他們說 我們平常要神 神就是在我們神過來 那我們要葬拜 就說 這個觀世音菩薩就是媽祖 像是怎麼去訓 說音的 人家說大家要去問名牌 一定要知道都去找音的 他怎麼去找觀世音菩薩 你打出名牌 這是不可能 他為什麼知道說 音的才會出名牌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心是不正的 不正的 其實人的良知 一開始就知道說 一個聖結的神 應該是不受賄賂的 那如果你是很貪財的 他就這個神 就是不是那麼高格調的 他這個行李也是不正的嘛 沒有沒有 他不希望你來賄賂他 你應該是個天助自助者 就是說那是假神 其實名牌是錯的 那是假神 那是假神 你想想看我們世間 如果我們一個真正的 一個聖結公益的神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去給他一點好處 燒一點精子 他根本好處 我們會覺得說 他格調太高 就是說格調不高 對 那如果說 他可以收入這些精子的幹什麼 就像我們就是說 官場收紅包 他是一個貪污的官 他是一個心腸不太好的官一樣 對啦 所以不要說 不要只說外人認 所以這官司也有分別嘛 我們認為他就不要不認 那種清的 那種落的 對啊 許多沒認為的 還是沒有嘛 我認為這種節目 演藝節目為什麼大做回 也啊 我想也是一種潮流吧 潮流吧 我想 就像做股票一樣 他到了一個階段 自然就堆砌出一些風潮 那過了之後呢 可能又變成要做其他的行業 這樣子 所以像我們演藝界啊 特別敏感 什麼人喜歡什麼東西 給他吃什麼菜一樣 所以它只是一個潮流 從其所好就對了 是啊 公其所需嘛 你喜歡什麼 會給你什麼 但是我覺得 像剛剛有些人講的 本身是傳媒者 應該稍微要 要稍微端正一下形象 不管說別人怎麼做 你也不要更穿著互惠 互惠這樣子 那像很多一般的節目 都很招我上那個 林茵的節目 他們都問我說 徐花姐 你有沒有一些可以 特別經驗跟我們分享 我說 很抱歉 我真的是沒有 可能我這個人的白痴比較重 這樣 可是我真的也講不出來 也講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一般這種節目我是不太上的 但是今天上你的節目 是聽說要 破除大迷信 所以我就來了 因為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帶頭作用 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來喝一杯茶 看一個廣告也送回來 好 來 喝個茶 來 您可知道 所謂的靈異節目 每週總共有18個節目播出 總時數高達32個小時 平均每天讓人嚇破膽 四個半小時 這個數字 反映了台灣人 對靈異這個題材的熱衷 但是從收視率調查來看 靈異節目排入前40名的 卻只有四個 觀眾到底想看 什麼樣的靈異節目呢 你自己最喜歡看哪一種食材 我最喜歡看 真實靈異事件 然後最不喜歡專家做它 為什麼喜歡看真實的靈異事件 因為很真實啊 為什麼兩位都會喜歡看 在命令意象 可能對自己一些 一些未來比較有興趣吧 對 關心自己的未來 專家說 靈異節目影響國小 和國中學生的身心發展 關於這一點 他們自己的看法是什麼呢 那你相不相信它是真的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 那你會不會怕呢 不會 以前是會 現在不會 為什麼 因為有些都是假的 好 我有一次看到那個 他拍那個後三嘛 後三就浮出一個女的 那個女的全身 頭髮很長 那很真 看到蠻恐怖的 心裡會毛毛的 我覺得還是可以播啊 因為我覺得 只是不要那麼多就好 我覺得可以適當地靜止 在某一段時間 在一個時間裡面啊 就像地視台裡面 看到就是有一個時間內的播出 這樣會比較好 靈異節目的風景 讓許多藝人 都有參與靈異活動的經驗 他們又是怎麼樣 看待這類的節目呢 在主持靈異節目之前呢 我是沒有什麼忌諱的 不過有很多好心的朋友說 哎呀 還是帶點服好了嘛 對不對 以防不備之需嘛 好吧 那我就帶了 但是他們又說呢 這個帶這個服也有忌諱的 不能帶著那個 腰部以下 說腰部以下 因為接近什麼 所以說會把它弄髒 那我還有什麼忌諱呢 就是我主持完這種外景的 靈異節目之後 我絕對不會直接馬上回家 因為有朋友跟我講說呢 你如果直接回家 可能很多的朋友 跟你到你家住下了 那所以說 我就沒有直接回家 那至於我去什麼地方呢 我在這邊沒有辦法 跟各位講 因為講的話呢 那天我去的那些朋友呢 他們現在看到這個節目 可能就會翻臉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那麼晚 我到他們家待了很久 那你如果說靈異節目 不是不可以做啦 也可以做啦 只是說不要那麼多 不要那麼爛這樣啦 不要做到這樣 各位 會背天會爭地 那不可能啦 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這個樣子啦 大家喜歡看好兄弟 不太喜歡看人 所以收視率就會 隨著好兄弟的越來越多呢 這個收視率越來越高 其實呢我覺得呢 希望呢 這股靈異風呢 趕快過去啦 不需要這個 再繼續下去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些 真的好的節目呢 給大家看 不要再去找一些什麼 猛鬼的地方啊 這樣對這個 善良的風俗 也是不太好了 聽過這麼多的說法之後 您對於靈異節目 又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劉組長 我請問你喔 像說 我常常在問我們這個 製作單位 常常說奇怪 人家外的節目 都常常在上報 為什麼我們這個節目 好像很久在上報 他到底要上報啊 大概就差不多 什麼樣的才能上報 其實以我個人來講 對不起 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倒覺得說 其實超級 星期天怕怕 在別的報我不敢講 大神報上了很多次喔 還算滿多的 真的喔 那就是大神報 只上那個很端正形象的節目 你這樣的意思是 你別的報都算不端正 你不可以 我都得罪別人啦 你不都要講 應該說大神報 對我們情有獨偷 都可以... 不是啦 大神報 你這樣 用起來比較實在 比較不會那麼高 所以你是幹話 報紙怎麼用啊 用起來比較實在 不是啦 寫起來啦 寫起來比較實在 我希望我們這個 任何的傳播媒體 這個業者 都能夠見嫌思期 見不嫌而內自行 有缺點我們一定要改進 如果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任何的批評指教 歡迎來信告訴我們 對 我們以後會更努力再做 努力改進 當然我們現在最重要要改進 就是我們都忽略客人沒有喝茶 趕快到場 大家辛苦啦 對 親愛啊 我現在問你 你要老實說 好 老實說 你自從主持 我們這個星期天泡泡 你的心情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有誠意沒有 不敢做任何的節目 不論是領異節目 或是做綜藝節目等等 我覺得身為主持人 要扮演這個媒體 這個前鋒 而且是社會的工具 所以不能亂主持節目 那我們節目意思是這個 求真求死 求真善美 但是因為現在社會上 很多這個神棍斂財 再加上這個 最近宗教掃黑 我們新聞局 也推出了一套 這個宗教自律的守則 到底怎麼樣呢 我們看影片就知道了 我們有對一個 所謂的靈異節目 大概的就是 一般的原則性提出來 至少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時段 那第一個所謂的時段 是在晚上九點半以後播出來 主要的目的是 保護兒童跟青少年 這是時段的一個要求 那第二個部分是 希望說他所介紹的內容 盡量力求真實 這特別是牽涉到 有一些照片 或是什麼特殊的 那種效果的東西 然後在電視上呈現出來 那你要考慮到說 他的真實性 那這一點希望 製作單位要多多查證 第三就是在講解這個 有關選跟零的這個領域 我們希望有專家來做平衡 甚至還要加上一點美學的效果 所以在製作上盡量力求深入 能夠讓專家來平衡 你的靈學或玄學的部分 第四部分就要加上警示作用 如果碰到有些畫面是比較恐怖的 希望能夠事先告知 那麼在這個畫面還是沒有出現之前 利用你的口語或者是在字幕上打出來 說明一下底下有恐怖的畫面 那麼整個在做法上是 盡量是告訴製作單位 你們要注意到這幾個 比較周全英的想法 然後盡量降低他的後面的效果 看完剛剛這個官方說法 新影片的話可以說是 座而言不如企而行 我們馬上見極旅集 俗話說得好 三個臭皮匠 勝過一個諸葛亮 六個諸葛亮 節目才像樣 希望大家 還提供一些那個賤納雅言 我們希望說這個 對目前的領域節目 四位特別來賓 如果說有任何的意見 告訴我們 馬上用筆記下來 我們請Lady Horst 請老師來發表一下 您覺得現在目前 靈異節目哪些內容不適合 我馬上把它記下來 我剛剛說了 你們大家都最喜歡看 那個真實的靈異事件 但是我們現在的電視艙 用聲光化電 來製造真實的靈異事件 我想只有欺騙觀眾 不要造假 對 不要用聲光化電造假 不要造假 好 那請問一下 徐樂美小姐呢 我覺得在量上面 好像太多了 好像每一個人都一直 跟著潮流走 我希望說每一台他自己做 比如說三台輪流做 只能做一個 就是讓大家看得開心這樣子 對啦 黃大哥呢 黃大哥 我這個比較難寫 沒有關係啦 因為我像剛剛張老師所講的 是說不要造假 那麼我的感覺是說 這個後面的框框 不要畫得太圓 我希望後面是很亮這樣就好了 對啦 它是說亮 那個怎麼寫 尊敬但是不要太神化 太神格 對 後面再加一個 不要畫得太圓 不要有框框 太圓 不要有 它要光線的很長 框光線不要太圓 對啦 銀唷 不要這樣銀唷 要圓 是圓 不是圓喔 要圓 很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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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圓 要堅持它 只可遠觀不可洩萬 對… 請教我們尤組長呢 我覺得有 剛剛我講的就是不要 不要去弄什麼驅魔除藥 因為你用驅魔除藥 那感覺上就好像真的有藥有魔存在 不要驅魔除藥 對 你根本不要驅魔 因為你這樣就等於間接在印證 就是說 好像這個世界上真的有藥有魔 那你這樣也是在誤導觀眾嗎 好 特別來賓講了這麼多好的建議 我已經把它消化過了 改成我們的宣誓守則 很有宣誓守則啊 手要摸心臟 摸摸幹嘛 摸心臟啊 它有沒有在跳啊 你心臟在念約 在哪裡 心臟在左邊 我不太方便把你摸好不好 好故意的啦 我還不知道在哪裡啊 要摸著良心來做節目 好 往前站上 好 來… 才會有光源 於是以至成 要一起唸啊 於是以… 於是以至成 課尊以下靈異守則 幹嘛 這不可以笑 我們做節目要很認真 課尊以下靈異守則 課尊以下靈異守則 守則 守則還不守則 一 節目邀請的算命師 幹嘛 你練就好了 我練就好 你又不是老師 我又不是學生 是… 節目邀請的算命師 開餘師 控水師 要經過國家考試 檢定合格 或是碩士以上學位 要請專家嘛 對啊 不可以來 第二 只要是有鬼出現的時候 字幕要說明 說啊 這就是鬼啊 這不是人 這是鬼 不是人 這不是人 人比較不會怕到 第三 當我們女鬼陷行的時候 希望長髮能夠編成這個髮劑 對 因為牠們不要經常那一步的 都比較長 用一個從歐如馬骨 那比較漂亮 更重要的是 因為怕小朋友一直觀賞的時候 舌頭 這個女鬼的舌頭吐出來 不要超過下巴 不是啦 最好啊 別鬧嘴子 因為你怎麼會嚇到 就這樣笑一笑 像我這樣笑一笑 你怎麼會嚇 先是人情緯 好 謝謝 你奇怪耶 我怎麼看了啦 你做節目做到這個比較辛苦 就像這樣手上給人聽 因為有四位專家來賓 對啦 幫我們共襄盛舉 萬一未來靈異節目 有任何的改進 你們幫我們靈異史上 寫下璀璨的一筆 四位的功德可以說是無量 對 功德無量的 阿門 阿門 當然啊 後面有一個劇場 功德更是無量 什麼劇場 黑色喜劇 異次元劇場 那也滿好看的吧 對不對 對啊 很有趣耶 很有趣喔 對啊 那我們一起來看 大哥 大哥 小伙子 我這麼器重你 你既然這麼對我 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啦 大哥 我知道我錯了 你就擾弱我這一次吧 大哥 我原諒你 那我跟其他弟兄怎麼交代 大哥 你放心 我不會說出去了 這個秘密 我不會說出去了 大哥 你擾弱我吧 老大 你就這樣 大哥 他知道幫你最高機密 現在不除掉他 將來必定是個後患 大哥 阿彪 阿強 你們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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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大哥 什麼?阿彪要死了 是...好,我知道 好的,我先不會說出去 老大放心,我自己會小心 什麼? 知道,知道 好了,好了 不用派人來 我一個人搞定 好了,知道了 我剛才你早就要來 小夥,我早在這裡等你了 我知道我的所作所為,你不能接受 小虎 江湖人心險惡 哪個幫派沒有機密 錯就錯在 你看了不該看的東西 你說夠了沒有 現在我的命是要障礙在你手裡 在我死前 讓我再做一次吧 你怕我逃跑嗎? 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快去快活 小虎,你來得剛好 你幫我扣一下胸罩 我扣不上耶 以前都是阿彪幫我扣的 你把阿彪幹掉了 那又誰幫我扣啊 哎喲,輕一點啦 這是新買的耶 小虎啊,你摸摸看 這是法國進口的魔術胸罩耶 一穿上去啊,乳溝馬上擠出來 喔,對了 阿彪跟阿彪也有一件 還有類似耶 陽宅看天氣 陰宅看地氣 台灣省政府讓誰生了氣 要被費省踢出去 1997是個什麼年 房屋店鋪賣不賣 中華民國還在不在 請看下週星期天怕怕 陽宅風水段醫生